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昨天已经是搬离了政务司司长官邸 搬入了都是租在这里的一个单位 午夜的时候还在搬屋 但结果就住不了在这个单位 因为到午夜的时候才发觉 原来这个单位的厕所我连次都没可以去到 我就走去那间便利店 想着去买一两卷厕纸 但原来便利店是没有厕纸买的 所以结果又要搭的士 在半夜山间回去政务司司长官邸 他又说行政长官民望相当重要 因为行政长官选举不是一人一票普选 如果在选委会赢了之后 但是民望落后 林郑月娥约了一批前线记者在竞选办见面 大家聊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原先的安排是所有内容都不能出街 但是在传媒要求之下 竞选办最后决定 所有林郑月娥的发言内容都可以用作新闻报道 韩正长官参选人林郑月娥澄清 在闭门会面提及选委会选出的人 若果中央不任命会出现献制危机 这番话不是针对任何人 亦不是自己参选的考虑 他承认有担心过提名他 不代表会投票给他 亦知商界对他有意见 说他不懂经济、搞福利主义 他重申自己不是社会主义者 斯洛秋报道 问到有没有反省表达方式要改进 林郑月娥说一毕业就入政府 做了36年官 第一次转变身份 现在适应着 还要应付搬办公室和搬屋 午夜时才发觉 原来这个单位的厕所 我连次次都未可以去到 那我就走去那间便利店 想着去买一两卷厕纸 但原来便利店是没有厕纸买的 所以结果是又要搭的士 在半夜三更回去 政务司司长官邸 所以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 这几天对我来说 一生人是发生了很多事 所以我就要不断地适应 不断地学习 大家希望给我一些包容 形容 新菱绥胜 行政长官参选人林郑月娥 唯一单选出中央不入命的人 而出现欠制危机的言论解话 我感到非常不好意思 林鄭月娥又說 近日由獲中央批准她辭任政務司司長 宣布參選到搬屋搬寫字樓 都有很多事情要適應 大家希望給我一些包容 因為我自從離開了大學 加入了政府 毫無間斷地做了36年有多 在1月16日是我第一次轉變身份 已經沒有了一個官員 或者公職人員的身份 所以短短的5、6天 真的要慢慢去適應 其實我昨天已經搬來了 政務司司長官邸 搬入了 都是租在這裡的一個單位 午夜的時候還在搬屋 但結果就住不了在這個單位 因為到午夜的時候才發覺 原來這個單位的廁所 我連廁紙都未能去到 我就走去那間便利店 想著去買一兩卷廁紙 但原來便利店是沒有廁紙買的 所以結果又要搭的士 在半夜山間回去政務司司長官邸 被問到買不到廁紙 會不會被人覺得離地 林鄭月娥沒有回應便離開 行政長官參選人 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說 她在一個聚會上面 提到當選人可能不獲中央任命的說法 只是陳述選舉機制 沒有針對任何人 有報導指 林鄭月娥早前在一個聚會上面提到 特首選舉最壞情況 是選出一個中央不任命的人 她參選是為了防止憲制危機 她公開回應的時候說 過去密集地做政改相關工作 就算離職之後仍然有官員心態 可能是仍然很政改mode 稅會裏面我講了幾句說話 就引來了一些誤會 我是感到非常不好意思的 但是我的說話 純粹是一個事實的陳述 在《基本法》之下 對於特首的選舉 她既是有一個向中央人民政府 和特別行政區的商負責制 亦都是經選舉產生之後 由中央人民政府入名 就指此而言 我是絕對沒有說去批評 或者評論 今次特首選舉的參選人 包括我自己 林鄭月娥約見傳媒的時候 評論到自己的選情 指有部分商界人士對她有意見 包括指她過於福利主義 偏方基層等等 在選舉不記名投票制度下 她有可能輸 林鄭月娥認為民望重要 會爭取廣泛市民支持 但是也有擔心過 如果贏選舉但是輸民望 會出現施政困難 林鄭月娥下午也開放在灣仔會展 辦公大樓的競選辦公室 被傳媒參觀 林鄭月娥計劃在下個月3日 公布她的競選班子 到時會交代她的施政理念 但是未必會有整套競選政綱 無綫電視機 這一層日私報導 感谢观看